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電影是一種藝術和技術的結合 每部電影都很辛苦拍出來 因為如果電影人會拍這部電影 他應該有些事想說 讓他反映一種時代及一種精神 我覺得最重要是電影是值得拍的 所以令到观众值得看 值得留小 好的电影我觉得是可以代表到 画时代里面的很精彩的点滴 电影对我来说就是 跟观众沟通的渠道 因为譬如我在现实生活里面 有一些很感动我的人物 或者很感动我的故事 都可以透过电影 跟观众分享 电影当然是娱乐 但我觉得电影后面讲的 信息是比较重要 如果你是一个好的电影人 你拍一些好的电影出来 令到感染到很多人 或者散发到很多 很重要的信息出来 虽然不能观到全貌 但也看到部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合选电影 我觉得电影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在电影学院 每一天的生活都很精彩 在电影学院 每一天的生活都很精彩 上堂、讲座、排练 每一件事都吸引着我去全程投入 学校给了我们自由的创作空间 让我们有热情去面对挑战 电影学院提供了一个很优良的环境 例如有些录音室 有很多摄影机可以用 令到我们的知识可以得到实践 可以有不同的机会去试下我们想到的方法和创意 我个人认为理想的电影教育 第一就是要有技术的培训 令到学生知道这个行业里面 电影拍摄的时候 然后每一个崗位应该如何进行 我整个电影事业 我每一次拍戏 大致一个生意的决定 细致一个镜头 原来我做这些决定的过程 都是基于我在浸会大学以前学到的东西 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教电影这一科 在香港来说 它的历史是最悠久的 我自己本身也是第二届的毕业生来的 我觉得浸会大学 它是很有勇气的 请了很多业内的人士 例如我这些在职的导演 或者是编剧 美术、摄影 回来教学生 实践的经验 或者在电影这一行业里面 有些什么体验 就真的要找一些在行内的老师 可以和大家分享 创作其实很多时候在你身边 很鼓励年轻人 如果我们真正要搞好这个电影 首先培养好自己本身的文化 身边的本质这种能量 它反而有一种寂寞 电影的扮作越来越变得 是一个集体的创作 多的是一个个人的创作 每一次都希望有一些发展 在一个演戏的大师 联络这些 他真是弹笑不语 是的 课程的设计 不仅是技术方面的注重 并且他在理论方面非常深入 令到学生有空间 有联想 还有有创意地去继续发展的电影行业 有创意的人和领袖 究竟是有什么人呢 是他必须要有勇气去打破以前的东西 和有能力去建立新的东西的人 他们必须要对电影作为一个art form 的认识是要很足够的 然后对电影的美学要认识很足够 跟着就是对电影的思想 电影的哲学要认识很足够 韩奥 我觉得应该鼓励小朋友想的 想的事件不好太过去指谁 他应该有自己的答思想 至于具体一些很清楚的完整的电影 目的心目的視點 你一定要自己本身這個修養 一直都要對很多事物有興趣 所以我經常鼓勵學生 多多去體驗生活 或者要有冒險精神 做些他平時不做的事 可以走出溫室 不要經常困在自己一個象牙塔裏 這件事的資源是非常豐富的 我知道 陳菲丹也有很多空間的錢 鼓勵新一代導演 可以在行業上 在行業上都可以獻地天明 全球都可以獻地天明 在行業上都可以獻地地負面 會有很多空間的環境 和財政人員在行業上都可以獻地負面 是一個香港出色的本件 浸大點都是最強大的一個 因為歷史最久 希望再賠多些人才出來 讓我們全行都有點興奮感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